大家好 欢迎收看扑木卫护解说三国杀 今天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什么叫刺激的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正统输出中 曹皮族八号位 我们选择了输出中 这位鱼籍 新鱼籍已经上线了 但是没有跟老鱼籍合并 老鱼籍还是有不少玩家喜欢玩的 好 曹皮看不见不顺眼 我们第一次蛊惑伞 一般是没有人会质疑的 毕竟这不是禁卡场 我这样鱼籍一上来 第一个伞都出不行 不可能的事 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蛊惑这个伞呢 这两张是红桃 那咱们肯定不会轻易 在这个时候用出去 是吧 那张沙跟那张方片的伞 是可以用的 是吧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片伞 蛊惑一下 留一个红桃的伞 关键的时候蛊惑 好 二号位庞德跳了一个手反 这个手反也很干脆利落 是吧 不跟足够墨迹 曹皮族也玩速推 直接推曹皮两血 我们很高兴 主公是在第一 掉血的时候 翻的是庞德 第二个掉第二滴血的时候 才翻的是我们鱼籍 那我们给我们多补了 一张牌 那只要反贼还坚持速推 这个循运也是个反 是吧 只要反贼坚持速推 我们这个桃子一出 主公又可以把我们翻过来 好 这时候一样机会来了 可惜赵云抢在了我们前面 好 看这个曹皮 这个曹皮非常不错 很谨慎 没有把曹植翻过来 因为曹植还没跳身份 这样的话就给曹植补六张牌 万一他是反 那咱们就亏大了 是吧 好 主公很谨慎 放逐补牌技 给赵云补一下 是可以的 反正赵云回合外也有技能 是吧 被补一下也问题不大 我们回合外也有技能 这个蓝蛮 我们也用一张 无关己要的杀来蛊惑 我们知道这时候 没有人能够质疑 是吧 我们觉得反贼会质疑的时候 我们才用这个红桃杀 好 这时候主公又掉血了 非常好 这个红桃的桃子 肯定是要 好 这个鱼吉已经质疑 说明他是反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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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肯定质疑 不用说 越多人质疑越好 这个连续让反贼掉了两血 又让主公把我们翻过来 这一回我们的收益 那是大大的去了 是吧 大大的去了 好 那时候巡玉在这个蓝湾中掉血 给庞德截了命 我们看这个赵云点托管 然后手上一个伞都没有 有个伞 冲冲于提的震 也是挺爽的 好 这个鱼吉 选择用梅花跟曹植玩 他是希望曹植配合他一下 曹植也给了一个无辜风筝 顶在他的头上 好 不练师挑了一个钟了 说明曹植果然是反贼 这主公没有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非常的不错 要是看脸搞的 这个显然不是自领防 自领防喜欢看脸 随便把远为曹植翻过来 那我们就亏大了 是吧 好 我们就说有一个好牌 红桃的无中生有 这可能反贼又要吃亏了 是吧 但是前面的反贼都不敢 我们看最后一个反贼于静 终于忍不住 又付出了一滴血的代价 这个无中帅了 好 徐玉打了一个无蟹 那时候曹丕再打一个无蟹 看看反贼方于静 他的一个节约 是可以再打一个 用黑牌无蟹的 现在他的屁股怒出来了 是吧 我们赶紧鼓获一个酒 我们这回用的是一个假酒 看看这个反贼还敢不敢质疑 有 糟糕 还连续质疑两个 前面风骚的过痕 出来混 迟早要还 这个酒咱就不敢了 这个酒是梅花的酒 如果再被质疑 这个酒就失效了 我们用这个红桃的火砂来蛊惑 刚才庞德占了便宜 是吧 这回徐玉又忍不住了 又来一个质疑 结果白白的又流失了一点体力 这把我们还是非常漂亮的 先用一个闪电蛊惑一下 让这个反贼赚了点便宜 是吧 然后再用一个红桃的火砂来蛊惑 让这个徐玉直接流失了体力 好 我们这一动 立刻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用一个红桃无骨丰登 看看这个反贼是怎么想 庞德还是质疑了 五骨丰登 反正也质疑 可能觉得我们先选曹皮 第二个选有点亏 结果五骨丰登都是红桃 这么多牌 你这个质疑有意义吗 好 我们不管那么多 反正打得比较坑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毕竟渔级 这个玩家 这种武将出现的比较少 而且一般玩渔级的玩家 都比较坑 随便一下鼓 发人牌 就直接脚底抹油 开溜 真正十把渔级里面碰到一把 论真玩的高手 尤其是很少见的 是吧 这种情况下 反贼会非常的 当然不是反贼 就是他的敌队势力 会非常的吃亏 你看庞德 体力流失的一大糊涂 我们这个输出中 非常的强大 现在我们把自己 跟曹皮捆绑起来 是吧 忠诚就有这种觉悟 关键的时候 跟祖国说 向我开炮 好 我们看曹皮 有没有属性杀 向我们开炮 可惜不是属性杀 草皮就直接冲着旁边去了 还好 吃一个桃子 回复一下血线 还是不错的 这有属性杀 这草皮怎么想的 我们特地捆绑起来 为什么不像我们忠诚开炮 太仁慈 是当不了祖公的 是吧 有时候心就要狠 当然我们祖公比较仁慈 我们作为忠诚 也还是有一定心存感激的 是吧 现在不得了 草皮又把放逐当补牌剂 又把我们给翻了 但我们手上有两个桃子 心里还是比较安稳的 好 看这个八卦给不给力 叮的一个九杀 没中 当然这个八卦叛黑 草皮出个伞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吧 我觉得刚才那么多牌气了 好像是气过伞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九杀是不会命中 好 这个赵云这个冠师斧 挂出来就有点吓人了 万一被草子搞到 就不得了 还好 布莲师这一撸 可惜 布莲师作为一个美女 长度不太够 是吧 好 我们这翻过来 看看曹兵 再终于知道了 终于知道 你早该如此了 这个雷莎 打下我们 庞德死掉了 直接被刑伤 我们就损失了一滴血 问题不大 继续顺这个徐玉 可惜他已经出过杀了 是吧 好 这个旁边的这个聊天区 经常有这个皮肤的广告 挺烦的 好 这个乐不世俗 徐玉连无限可激都气了 就说明他手上肯定是好牌 非酒即陶 基本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好 赵云开始挑类 我们拿一个红桃的伞 这个赵云也说你反正散了 咱也惯 好 这时候再来一个红桃的桃子 这个内奸真是拼了 这样都要都要质疑 是吧 这个让他再流失一点体力 好 他把门热了之后 但是他又犯了 这个我视频里经常出现的错误 乐不世俗不乐前卫 布莲斯再次教助人 布莲斯这一动 动静是很大的 是吧 这赵云这样搞 那就不得不怪他自己太年轻 这个乐不世俗又被拿过来贴到了朝职身上 我们这决斗直接搞和蛊惑都行 是吧 我们简直风骚过头了 是吧 当然我们也怕朝职出一桃子 让徐玉又补三参牌 也可能是这个考虑 是吧 但我觉得反正的桃子也差不多了 这个该直接杀 多收三参牌也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阻子角 刚才那个做法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是吧 他这样一个蛊惑来搞 把徐玉体力流失而死 朝职即使有桃子 他故意都懒得救 这样可以确保的进入一个三位一的 一个大优的一个状态 万一给徐玉结三参牌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 变数也不好说 是吧 好 我们就说木楼玉玛 这个桃子给主公 自己不要贪 作为忠诚 把主公保住 那是第一要务 尤其是在现在三打一的情况下 你不能让反贼 采取这样的斩首行动 是吧 好 这个火攻 我们是不可能命中的 我们随便蛊惑一个无限可击 那就裸奔了 但裸奔的毛病 就是容易被朝职久杀 是吧 当然这个久杀被捞回来 朝职也基本上就完蛋了 他也没有挣扎的意思了 这直接就不用翻过来了 我们这一个过拆再次把他体力流失而亡 这把输出中鱼籍 发挥的都是相当的风骚 这位玩家也玩得非常的好 他什么时候用什么牌去蛊惑 然后还有时候先用一个闪电 蛊惑一个假的给反正点甜头 然后再来一个真的 这个心理战把握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我说我十个鱼籍 九个都是瞎玩的 是吧 难得碰到一个真正认真玩的鱼籍 这马上敌人就措手不及了 这把我们发挥的也是相当的犀利 当然这前提是咱要有牌 这回跟这个主公朝职的放逐补牌季 配合的还是不错的 好 刚才那个鱼籍如果不过瘾的话 咱们再看一个鱼籍 这回是四号位 这个忠诚 主公又是袁绍 袁绍这个我们直接在回合 袁绍的回合 咱直接裹伞就可以了 还来了三个真伞 可惜只有一个是红桃的 好 这个袁绍放了之后 张角掉血 这不代表啥他有可能只有手上只有梅花 是吧 想先掉一滴血 好 我们这时候用一个假的来蛊惑 结果刷刷刷 看来大家都不信任我们 这一下子质疑了三个 好了 这时候咱们就来真的了 这时候真的这一蛊惑 刷刷刷刷 全场掉血 可惜 主公也掉血了 但是袁绍主公 他只要不掉牌 他掉血倒是没什么问题 是吧 好 我看果然 这张角手上是有梅花的 第一滴血掉了 是很正确的 是吧 这一次梅花改判成功 回了一滴血 桑元绍一滴血 还换了一个桃子 好 我们这时候再拉一个伞 蛊惑 又让一堆人掉血 然后再蛊惑一个伞 这时候最后一个伞 大家肯定都不信 都想 都以为我们是这种瞎玩的 想想一上来一个发牌机器 鱼籍 结果咱直接被咱教做人了 这体力流失的 叉叉的 好 这时候 嘉许和姜维都直接流失 死了 一个忠诚 一个泪都死了 后面的全是烦 但是我们这种连续的蛊惑的动作 碰见一个比较年轻的反贼 就是这个徐玉 一下子给我们结了命 哎呀 给我们结了命 那就爽了 这个玩家又开始风骚 先掉一滴血 表示咱没有伞 我们也是怕这个主攻死了 是吧 就是来先让这个大家以为 咱断伞了 然后在他再射的时候 我们再拿这个红桃的伞 来蛊惑 那肯定是有人质疑的 是吧 如果想想得牌人 你看这个徐玉又想拿牌 又被我们这个蛊惑死了 是吧 这独兽直接就脱管 脱管而亡 直接就就这么完蛋了 看这时候主攻袁绍 没有补牌系的忠臣 这个忠臣江维和内奸贾曲 都是直接死掉了 死于我们的蛊惑 但是我们还是协助主攻 把全场打下来了 因为全场掉血 是吧 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袁绍有利的 反贼和忠臣一起掉血 袁绍肯定是很happy的 因为忠臣江维死了之后 他不会有灰类的困扰 是吧 同时这个徐玉过于年轻 第一把里面这个潮批 没有随便的两番把潮执翻回来 这是做得非常好 非常谨慎的 这个徐玉就是实施大意了 是吧 谁告诉你 鱼籍就是反贼 你怎么知道鱼籍就是反贼 你这一补牌 直接就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是吧 这主攻一个回合 就把场子给砸下来了 好 两则风骚的鱼籍中过后 我们回到国战场 最最近因为投稿国战的比较多 所以来 这这回来后面会接着来两个国战 这两个国战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好 我们这毫不犹豫选择大卫国 而且是选择大卫开团核心理点 是吧 然后跟邓爱配合 邓爱这个主将邓爱 是有屯田跟吉祥的 是吧 就相当于是觉醒邓爱 但只有三上线 好 这位一号位跟五号位就这么刚上了 是吧 国战如果大家都会玩 是很无聊的 肯定是你要让节奏稍微快一点 没有那么寂寞的国战 肯定是要有楞头青 要冲出来的 比如说这位很不幸 一号位我们的队友 就是一个楞头青 直接冲出来 手亮了一个曹丕 这样的话 四号位就直接跳了一个飞位角色 而且曹丕盲居的五号位 还不知道是不是队友 是吧 反正他就是这么瞎搞了 好 常常有瞎搞的 自然节奏就不会那么磨叽 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瞎搞 是我们的队友 就是有点悲伤了 好 你看这位三号位 也是一个比较冲动的 是吧 我说过 在国战场一开始 你势力不跟你一样的人 并不一定就是你的敌人 说不定你们俩都是小国 要联合起来对抗大国的 但是有些论斗青是不管那么多的 差不多就上 不要熟 就是干 这位三号位的群雄 炎梁文丑跟吕布就直接搞起来了 而且直接要要曹丕的命 咱们是没有逃 就不用管了 咱即使有逃也不会救 是吧 这种队友只能放弃了 如果不停的救 只会把我们也陷入离坛 就是传说中的一个队友陷入了沼泽地中间 然后他的队友想救他 结果越陷越多 结果导致一大堆人都被沼泽地给吞噬了 我是听过这样的故事的 这种事情在三国沙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 是吧 好 愣头青一号位的队友死掉之后 后面的人还是比较的安定的 还是比较的收敛的 但是如果这样都收敛下去 马上就会有点无聊了 好我们这时候跳了一个三血不脉 这是标准的跳了一个三血不脉 已经有一个卫国阵亡了 是吧 我们不想再拉这个嘲讽 不是吧 我们刚才应该是没有点亮自己的技能 没有点亮这个旺系 是吧 直接就掉了一血 但是后面这位真鸡也来了 也亮出来了 好 这次我们又亮出了一个队友 是吧 我们这三血不脉是躲过了五号位 没有搞我们 但是这个 我们的下家是队友 好在他也没有搞我们 只是搞了 只是往他的八号位去搞 结果八号位跳了一个吴国 给他直接了一个腾甲 你看 我说过在国断场里面 你只要跳出来 而且又是一个卫国 很容易拉到嘲讽 你看 这一下子吴国的二张跟大桥 就要折腾司马懿跟曾鸡了 是吧 好在司马懿跟曾鸡 这个改叛和红桃的能力还是有 还是不是那么害怕 好 这时候言亮温丑被闪电天派给批了 司马懿没有管他们 好 结果飞卫又去杀这个司马懿 哎呀 他是个群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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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雄还是个貂蚕跟田锋 这个离间 这个司马懿不知道为什么要出一个杀 出了也是白出 人家是女部 然后这个田锋还随时的摸了张牌 这样子群雄还是挺犀利的 好 幸好五号位跳了一个飞群 否则的话我们就有点头疼了 好 这时候已经有两个队友冲动的阵亡了 我们也没办法 也只能亮出来了 好在现在嘲讽不在卫国 已经有两个群雄亮出来了 这时候嘲讽应该在群雄那里 是吧 我们已经阵亡了两个位 我们再亮一个位 说明我们的队友最多不会超过一个 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拉太多的嘲讽 好 看样子也是如此 一号位跳了一个飞群 把阎南文首吕布干掉了之后 田锋貂蝉也流失了一点体力 好 那现在现在场上是三个明势力 跟两个暗势力 我们看这个两个暗势力是怎么可以想的 这两个暗势力都是 什么 按道理说他们俩是啥势力都不应该随便亮 是卫国 是群雄 是吴国 亮了之后都有可能遭到另外三家的围攻 都会形成二打三 但是蜀国亮了也等于白亮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是吧 所以说现在就看啊 这个场上剧情怎么发展 好 这时候八号位去杀了一下五号位 五号位犹豫了半天啊 这个出了一个伞 就还是被八号位灌师傅给灌了 是吧 好 然后二号位直接弃牌过 好 看这个貂蚕田锋 应该是可以离间这个二张的 二张是主将 也是个男性角色啊 但他也选择继续杀五号位 压制暗将 逼这个暗将亮出来 同时还给了八号位 吴国福利 哎呦 结果终于被压制的暗将亮出来了 也是一个五国 那这样的话 马上我们就要跟这个群雄联合起来 打五国了啊 就像我说过 一号位跟三号位群雄跟卫国互拼 刚开始的互拼是没有意义的 结果拼到现在 我们要跟群雄联合起来干五国了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国战的这个这个 这个形势的瞬息万变啊 就是就是如此 一上来看的不是一个势力的 没必要急着去打 好 看哎呦 这是一号位也亮了一个啊 这是啊 这不是二号位也亮了一个五国啊 变成我们的二打三了 哎呀 这下子麻烦了啊 这是我们卫国本来是一个三个势力的大国 结果因为一开始啊 这个两个队友的冲动 同时群雄势力的冲动 我们变成了小国啊 变成我们这一个形单隐之的一个独苗啊 结果五国倒亮了三个 好了 现在我们只能跟貂蝉填峰联合起来 填峰那个随事基本上已经呃废了啊 除非是他自己啊 这个自己把别人打成冰死才能摸牌 当然他最后还搞了一个死剑啊 拆了一下牌结果最后一张牌也不是闪 被一个九杀只剩一血了 我们赶紧啊 这个这个哎呀 结果也没有找到太多的好牌 这个三斤两人刀去杀了这个这个太子池 但是因为这个大桥有加码 是吧 我们也没法发动这个三斤两人刀 好 我们看这个大桥跟二张这一杀 哎呀 我们是没有桃子的 这下子麻烦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一打三的绝境 是吧 哎呀 这个屯田这个无懈可击啊 实际上打早了呀 这大桥有热呀 你看这无懈可击应该是留着防我们的这个热的啊 但我们有点着急了 把这个无懈可击打出去了 这边亮了一个吕蒙啊 直接回到了这个三血啊 四血三排 这边还来了一个孙坚周泰 我来个去啊 这这这我们简直是看不到啊 这个杀杀光 敌人的这个杀死 敌人的突破口 都不知道在哪里 是吧 大家的血线都很满啊 这边还有一个周泰 我们又被乐又被冰手上一张牌都没有啊 空有四个田 不知道怎么用 这时候烈士靠翼银啊 你看这翼银来了啊 这是冰凉判梅花啊 这个这个六四祖判红桃 然后再直接拿这个连弩 是吧 这肯定是拿连弩 那光拿连弩有啥用呢 咱有急袭啊 这是没有杀啊 没有啊 这个没有杀 没有进攻怎么办啊 敌人给我们照啊 这是邓爱的四个田在这里啊 这是偷偷偷偷偷偷偷的一个杀 又偷到一个万剑 我那个去 这个万剑实在是太帅了 是吧 然后再一偷 哎呀 又是一个杀 好 那后面的剧情 大家就知道了 周期啊 这万剑开始忘戏 然后突突啊 这一个忘戏 来了一个蓝蛮 才开始 这个充分的一赢 是吧 这这都已经彻底烈士了 我们就只能一赢 每次忘戏 我们都是好牌 你都是烂牌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蓝蛮下去之后 这个决斗命中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再来一个忘戏 大丈夫不计小杰 前程王 哎 哦对 我们没有忘啊 我们怕给了他一张保命牌 这时候确定 把他给搞死 可以直接抽三张 再到呂蒙跟太子的时候 就可以忘戏了 这一杀 来来来来 不拘小杰 然后再用三斤两人刀 我们的连弩还没有顶上 是吧 用三斤两人刀 杀呂蒙一下 让这个孙坚周泰 也掉掉血 然后再冠上连弩 再一杀 杀掉了这个呂蒙太子 然后再继续突 孙坚周泰 看你能坚持多久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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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个火弓 黑桃命中 还有一杀 哎呦 不光是还有 只有一杀 还有忘戏 然后再一拆 哎呦 糟糕 再一个乐不思绪 再没有杀了 弃掉牌 直接弃两桃 过 实际上弃啥牌都差不多 因为马上就被他晕魂 这一个疤 但是咱也可以囤一个田 你说囤田有什么用 人家没牌呀 是是人家没牌 不要紧啊 咱有忘戏啊 我们可以让他有牌 是吧 你看我们来了一个杀 完成往事啊 这个莫要跟那个一笔勾销 是吧 再一杀 再一个往戏 哎又来了一个杀 这运气 好 这个杀之前 咱先送过来 又送了一个无中 还来了两个杀 这杀之后 终于在第五个步驱的时候 周泰瞬间扛不住了 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利息 这个利息相当的犀利 三个满血的敌人 唯一不满血的 还是个周泰 面对我们一个卫国的独苗 我们靠着又被冰凉 又被乐不思绪 结果冰凉判梅花 乐不思绪判红刀 然后四个囤的田 这个这个 从敌人手里 抢来了万箭齐发 还有这个这个杀 是吧 然后同时自己 寻寻看到了 诸葛连弩 这一切这个这个形式 就被我们改变了 一把把三个敌人 全部给推倒 非常的犀利 好 现在最后一则了 又是一个国战 这回不是大卫了 是我们的小吴国 是吧 为什么叫小吴国 我一般称群 群群跟魏国 叫大卫大群 这个蜀国跟吴国 都叫小小蜀小吴 是吧 这毕竟是目前 让平均胜率来决定的 吴国毕竟没有群雄 跟魏国 那么赢得那么酸爽 是吧 但是吴国的单兵能力 还是很强的 就是回合外不好 找队友开团 是吧 好 我们看我们一号位低调过 但是手牌 其实手牌相当的给力 好 刚才我们的气牌 应该是气桃流沙 因为沙是可以在回合外 保有的血 桃子只能回合胃 回合泪吃 而且你三血 这样掉了的话 容易被别人标出 非位的身份来 是吧 所以刚才应该把那个 沙流的桃子气掉 好 这回又来了 冲动的玩家是随时都有 所以咱们基本上不用担心 哎呀 最后起了两个桃 一个伞 咱都没有动心了 实际上可以动心了 是吧 当然我们可能怕 早亮出了二张 有人会无懈 这个贾许跟文姬 然后我们可以 这样可以固正更多的牌 好 这时候 这回冲动的 还是魏国跟群雄 是吧 这个4号为魏国 开了个篮盘 没砸出队友 砸出个贾许 他就跟贾许给杠上了 反而自己被搞得翻面了 好 我们吴国的二张亮出来之后 现在场上还是 这个 没有什么形式 还是不是很明朗 是吧 我们也不知道打谁 也还是比较苦老 我们只能换一换牌 但是我们现在 这装备基本上都换满了 这个过拆 也不知道拆谁 就随便拆了一下下家的捡一码 是吧 免得他有顺手切羊 然后再 把武器都直接给离线的五号位 离线的人 肯定就是我们的发牌机 是吧 直接在他身上换完牌 但实际上我们的纯牌空间有限 换了再多 也只能留一个散逃无限 这样的最好的三张牌 多的咱也留不了 好 我们下家开了个五谷 非常的坑爹 看看我们最后一个捡 估计到我们手里 还能捡个杀 还是不错的 我们正好缺一张杀 结果这个二回不给面子 跳了一个非无的身份 来无限了我们 无限我们就算了 那也不跟你 现在这个计较了 好 这位三号把自己之笔 弃给我们 很有可能是无果 是吧 很有可能是无果 咱们先给他标个无 但如果他不是无 再说 因为自己之笔 是完全可以使用的一个牌 他没必要 这样个弃法 是吧 好 看这个群雄 这位开了一个万剑齐发 我们还好 有伞有八卦 问题不是很大 好 我们看看这个万剑 这位开万剑的 有点像什么时分 又万剑又蓝蛮 那这时候群雄是有藤甲的 这个万剑蓝蛮 按道理打的最疼的是魏国 是吧 我觉得他有点像群雄 当然先不慌的标 哎呀 这果然是个群雄 袁绍亮出来了 好在咱有八卦 这个问题不大 好 这个袁绍仗着是放不死自己的队友 因为甲雪文姬有藤甲 想放死这个魏国的点围 又和这个五号位 这个离线的一个玩家 我们希望这个离线的是群雄 哎呦 可惜啊 没有那么好的事 这个离线的不是群雄 这个袁绍填锋 还是很犀利的 这是 待会这个魏国兵死 他又可以抹一张牌 可以猛放 然后同时这边 这个恐龙 也得掉血了 也得掉血了 因为这个袁绍填锋 两个都亮出来了 好 这个袁绍杀了 八号位一刀就不放了 这时候我们保住了 这个魏国没死 但是这边又亮了一个 吕布跟炎亮温丑 这下子可挡不住了 这是填锋 也摸牌 这个吕布炎亮温丑 也摸牌 这个情势 有点控制不住了 哎呀 他又在决斗 这一回 现在四个群雄已经出来了 是吧 所以他已经不管 三号位是不是什么身份了 三号位不管是什么身份 这个吕布都不会决斗错 哎呀 你看三号位果然 也是一个群雄 他们现在 他现在变成了野心家 被吕布给决斗 死了 哎呀 吕布又射掉了我们的这个加一码 非常的悲剧 好 我们看看 这是能不能亮出这个丁凤啊 多摸一张牌 哎呀 这一下子来了一个吴宗生友 游戏 又是一个九杀 可惜没有杀 咱换 哎呀 换来换去都没有杀 那不要紧 大不了 咱们把我们这个武器给直剑出去 看看 来来找找杀 要不要这么做 把这个诸葛连弩 真的要 哎呦 我们还想一想 觉得直剑出去 还是风险比较大 那这样的一个气牌过 那风险就更大了 人家四个群雄联动啊 四个群雄联动啊 就是这这咱们一个没有回合外防御的啊 不知道能撑多久 好 我们裤裆里藏了一个连弩 是吧 所以说夹曲弃杀 我们肯定是要的 好 这个乐不思蜀成功了 哎呀 这下子转大了 如果不是这个乐不思蜀就麻烦了 我们给他一个白银丝 把杀伞全部拿着啊 这个吕布也对我们造成不了伤害 好 现在终于干我们表演了 我们刚才这个 我们没有行动啊 这这这敌人是四个人 联动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机会 这个一个被我们人蛙盾给挡住了 一个被热了 另外一个断杀了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下子动起来就犀利了啊 这一杀是杀两个啊 我们有诸葛联弩 那个奋训是可以额外指定一个 这个这个距离唯一的一个目标的 我们杀恐龙招式 同时指定吕布 炎亮温丑啊 这是无损双杀 啪的一个九杀 然后田锋还要随时掉一滴血 这个吕布号称旧啊旧 如果他死了田锋袁绍 还要再掉一滴血 是吧 你看他只有一个桃 死掉了田锋袁绍 也也开始随时 又掉血也死掉了 我们直接进入单挑 而且这单挑都不用挑了 这这这边死定了 是吧 这这这两个啊 这这这两个鼠音杀 正好把这个蔡文基 跟家徐给结果啊 当然也不是完全死定了 如果他手上是个九或者桃的话 他用藤甲再背歌一下 还是在背歌一个红桃 还可能再恢复一下啊 不过当然他把藤甲背了 我们这还有两个普通杀 所以说是百分之百的 甲曲财文基也死掉了啊 我们在最后 这个绝境的时候 丁凤跟二张 你直接一个利息 一打四 把四个群雄都给推倒了 大家发现这个田锋啊 这个群雄 开团的时候 优势的时候很占便宜啊 一旦到了烈士 这个田锋 那个随时的负面效果 特别强大啊 这是我们只要杀掉 这这两个 这个恐龙跟周氏啊 吕布给你来温手 这田锋就自己完蛋了 都不需要我们动手 那不用张我们手上的刀啊 还是很舒服的 好 这两个国战的利息 给大家发完了 今天的录像时间也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再见